今天最后一节QA 这个星期最后一节 都很长 我特意将一些技术型的问题分配到第三节 第一题 威旺问Capture One Capture One是Joey的强项 你之前介绍说有个配方教队工具 他按了没有反应 究竟是他用试版的问题 还是有没有做漏了什么步骤 是因为他用试用版 但他没有玩Capture One Pro的试用版 Capture One Pro才有的 其实Capture One开出来 如果你还未完成之前 它有四个版面 有一个DV版 不关我们的事 只是数码后背才能用得到 有一个Sony版 其实Sony版 如果免费的Sony版 就跟Express一样 还有Capture One Pro的全包装版 即是你用Canon、Nicron、Sony都用得到 或者Capture One Pro 只是Sony版 因为有很多用了Capture One Sony Express版 那些人会说 究竟我给99美元 上去Sony的扣板 还是我给299美元 就升级成为全方面的扣板 因为你放什么机器 我都会召开到的 所以我自己 我们现在可以用Capture One 来开不同的Canon、Nicron、Sony Olympus 都可以开到的 因为我开放了扣板 那就是299美元一个 原因都是因为它用扣板 Capture One的网集里面 有一个comparison table 它就会说明哪个功能 去核准什么情况 还有有时候 就算Sony这个免费的Express版 因为我没经常会开一些Session 那个其实是没有Session 就像Lightroom那样开出来 就立刻收拾相片 而且每一次同时间 我印象好像是100张照片 但是如果我们拍摄小鸟 那天一来拍400多张照片的时候 那些照片就做不到 所以如果本身是Sony的话 99美元买过Sony的扣板 其实很划算 就是780元是什么 其实是买卷的 买卷的 买卷的 直到它未出Capture One 12 它都会买卷的 因为现在划算 因为刚刚出11 所以它的时期是最长的 OK 理解 那如果有些Friend 或者不知你什么情况 才是找一些旧的Number 那它升级的话又便宜一点 是的 或者可能有时候 一些Cyber Friday 它都会有很多优惠 所以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 好 那看看我们会不会 可能就算我们交涉 都可以有一些团购 这样 希望能谈到 是的 我们都还在谈谈 是的 好 下一题 那么连续几题 都是关X-T2 全部都是我回答 是的 我可以 是的 好了 Media Saver 刚刚进了X-T2 第一个问题 就问 因为机顶有转拉锁的转盘 认真 我自己觉得那个转盘 不是那么就手 是的 他就问 有没有可以订回机身去转拉锁呢 因为他记得以前用X-T10的时候 是有的 其实是可以的 因为机身后面 就是你会有Custom 后面的转盘 的版面 就是你的手机里面 你自己选择 譬如你选择 你选择那个转盘 就是选择 选择 另外 其实 你好似是 都是在机身里面 一些 一些 Customize 的位置 开的 开了会有什么呢 就是说 你把转盘转到A 就是ISO的转盘 那你就可以用 机身右边 前面的Dial 你按进去 你可以转到 转 转ISO 转 曝光补上 还是转ISO 就是 变成前面的转盘 可以有这个功能 我有问题 是 我猜他说 不喜欢ISO的转盘 在上面 因为有些人 常常会 例如当你上相机 拍摄一下 要这样才能转 但是如果我在Feedfinder 转这个 是否看到 看到的 所以其实 可能他有没有留意 其实我们这样 经过Feedfinder 看左下角 因为他之前用XT10 可能习惯用十字锂 是的 当然 你可以自己自定 十字锂 其中一个方向 是交ISO的 就可以了 我刚才说 前面的Dial 都可以做到 即是你直接 卡一下 卡到 你可能卡几下 才选择 去转ISO 你在Feedfinder 可以看到 那你就可以直接 用前面的Dial 转ISO 这些是他几方面的地方 另外 还有一个问题 还有两个问题 第二个 以为 他没有 因为 XT都刚出的时候 很强调 有一个Boost Mode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就是说 你进了Boost Mode 会更快 但是那时候 他说 原来你要插直到 才行 但是他发现 他部机不用 都可以进到Boost Mode 其实 在这个情况下 效能 有没有改变过呢 其实 这个也是我一直的问题 是的 我当天 真的第一次试用 就是问富士借回来的时候 我已经发现了你问题 是的 但其实我觉得不是问题 对我们不是问题 对富士是问题 是的 因为 不至于有东西 不至于有东西 不至于你给了我 都可以 只不过 直到上面 有个 Sucker Key 有个 是 是 就让你快点 转换 是不是Boost Mode 是的 那其实你用机身 进去 按 Boost Mode 也可以 但是Boost Mode 的不好处就是 用电会更快 但是 你说 那部机的效能 有没有改变过呢 富士声称 其实它 最主要有两个分别的 第一就是 你看到 Viewfinder的时候 它的 Refresh Way 会更快 其实我自己觉得 不是很清楚的 可能有 但是 不是很清楚 但是另外一个 就是 当时 它声称 如果你要做 14张连拍的时候 一定要入Boost Mode 是的 但是 你会不会用14张连拍呢 那你要用那一下才 先拍 我想其他的 它 给你 其实肌肉的功能一定是高了一点 是的 只不过我自己实际用不太好 他说用多这件 我真的想不想 那句都没有特别说的 是的 因为我自己就不开的 因为我自己都试过特地开 是的 我都不觉得有什么分别的 但如果看照片反映的 会不会快了 都没有分别 是的 纯粹是关于失踏的事 还有 是 可能有些少少超频 但是你知道 就算超频 你平时 电脑超频了 你用起来都未必一定会觉得 是的 整件事都是一样的 我觉得稳定性更重要 是的 是的 接着 Meter Saver 还有一个问题 我问 X-T2本身 机身有没有人闪呢 就是 我好像闪光灯 如果没有 可以怎么玩呢 其实 机身 它会跟一个小灯 那个小灯 可以光人的 是 但是呢 我现在呢 外面的其他厂那些 用RF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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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效果很高 是的 因为 用光敏引闪呢 其实一个很大问题就是 当你现场环境较光 或者背光的时候 其实都可能会 闪到的 是的 所以 都 都是用回来自 是的 比较多人拥有两个 来自品牌 BOTEX 和神牛 是 但是 可能你用回 如果用一个牌子 神牛会有富士脚的 嗯 就是 灯啊 remote control 那些都有的 但是我自己觉得 如果用神牛也好 BOTEX 可以选 全手动 设置全手动 就可以了 就是不需要 立刻买富士脚的 可能买一些 下面只有一些 下面只有一些 灯 或者remote control 就是那个施架 是好一点的 是的 是的 那就不需要用它的TJL 是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觉得 用TJL 好一点 我建议 买日本的 你先 是的 那你先 就相对贵 过那两个牌子 但是它 就有个好处 因为它现在的 顶级灯 就 I-10A 叫做 它这支灯 很细致 但是它的火力 就是等于别人的大灯 是 2件 4件 4件 但是它就没有 它没有一支灯 可以做master 就是它只可以给人一支灯 那你要另外买个trigger 是吧 Air1 或者刚刚出的10S 但是10S 就迟些才会有富士脚 现在还没有 但是 单点也出得到 嗯 单点也出得到 它没有单点的 你先没有出大灯 是的 是的 所以 但是如果用TJL 才会好一点 好了 下一题 Green Green Mr.Green 我想就是 聖明 是的 那 现在 就用XE2 加185 的 那 你看它 基本上什么都会拍的 哈哈 都会拍的 想入XF 1655 2.8 那支镜头 但是 又没有什么意见 就问我们有什么意见 那 1655 比较 有一个 可能比较怀疮的问题 就是它没有 防守镇高能的 是的 是的 那 或者会不会有其他 建议 那 那 说到富士都是我说的 是的 是的 其实你说的两支镜头 我也有镜头 是的 但是我认真 防守镇 在某些 可能因为我们 我比较在菲林年代 用 早期的机器都没有防守镇 可能 所以 在某些情况 大户的情况之下 你说 防守镇功能 是不是真的 那么必要呢 那么 尤其是现在的机器 其实你推高ISO 都可以的 那么 如果你 真的担心防守镇 那个问题 你不可能 推到一局 ISO 那 就等个快速 是 正常 这个招距 我不 我觉得你会说 一秒 你就手持拍摄的 我完全不建议 是的 就算你的防守镇本身很厉害 都没需要这么做 都是那些二十分一 十分一 十分一 反过来 最容易出事 就是可能 二十五分一 去到五十分一 是 因为十分一的范木 我都觉得 不是那么坏 不会那么 幅 就算有防守镇 有时候是一个幅度问题 是 就是当它范木那么慢 你自己人的震动 幅度 它未必 就是太大 它未必 搞 就是防守镇 所以 如果你说 二十五分一秒 去到 可能四十分一秒 五十分一秒 其实也很安全的 就是这个招距 是的 所以就 就是你说 那个防守镇 在这个招距 就是十五分一秒 或者十八分 有没有那么必要 我觉得 但是十五分一秒 就比帮 就是帮他要大一点 还有2.8分 是的 是的 所以我觉得 这支镜 就不要担心 他没有弯的线 就好用了 就是 其实他 你用他会开心 他用这十八分很多 就是刚刚Poley都说了 弯很多 真的用得 就是 他弯的时候 就是 这个 但是有少少问题 就是说 如果你有这支镜 就是我的建议就是 如果你有十八分 是不是首先 转十六分 这个反而是一个问题 是的 就是 他会不会买一支长镜 或者买一支外镜 或者买一支外镜 会不会开心一点 像那一支MARCO 那一支 60MARCO 是的 就是 我觉得 现在这一刻 十六分 未必是你最先 没有很大伤变 没有很大影响 是的 其实两支镜 真的 溶起上来的感觉 是很大分别的 但是 那分别 不够你买另外一支 完全没有招居的镜 那么大 当中夹杂了人像 可能你二零八光 那些人像 你觉得不分别 还有那些习惯会 专门太多 我还会专门太多 都是 很多你夹过 是的 齐浪浪浪浪 3.5.1.4 那些 因为这十六分 都是鬼镜 是的 那看看你怎么想 我觉得 都是那一句 你首先想想想 想想其他镜 会好过 就是 这个升级 你会开心肯定 是的 是的 但是 不够你 加多另外一支 更开心 是的 好 下一题 要问问Joy 我问J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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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3 拍人像 他五 的时候 那个模特 应该怎么站 去拉 可以拉长到脚呢 Joy 怎样问你 就是 看很多 其实那些十个 怎么拍美女朋友 那些 就算用iPhone拍的 也有教你怎么拉长脚的 其实只要 就是说 当那支镜头是Y镜 透视就是说 你的放射点 由中间向外 分散的时候 越近 那个镜头边 那个透视就会越扯得长 是的 那我就这样 利用Yngo 那个镜头可以拉长 就是拉长透视 而把镜头放在那个镜头 的周图 来做变形 是的 但是当然就是说 好像刚才你所说 在有些情况之下 只会变法抓住 是的 如果那支镜本身 那个焦距 就是 它的变形控制很差 似乎像鱼颜镜 是的 那你可能会有机会拉到 你的脚变了 变形控制 同时你的脚 不是跟它的方射才是平衡的 是的 不如 你在整个画面里面 你的脚是斜摆的 但是你这样的时候 你会变形控制 一条香腸的脚 是的 所以其实 我来说 怎么用Yngo 来拉长脚 意思就是说 我们是利用 镜头放射的透视 以及镜头 Yngo的变形 而连用这个特点 来将那些位置的地方拉强 如果我把我的面 摆在它 如果摆在脚的位置 我的面就会被拉强 是的 所以为什么很多 香港女生 一班人自拍 都不会想把自己的面 摆在镜头周边 就是因为 同时我是拉长的那一面 而当我们是打横的时候 我的面是左右拉长 就是拉阔 就是拉阔 如果我头是这样摆 我拉长的面 就比较好 是的 所以 这个就是大家 用Yngo 就是很多时候 有些人就说 Yngo 变形的 是不会用的 但是 尤其是 Bronin拍人像多的时候 我们怎样利用 一些镜头的特点 其实并不是一个坏处 就是一个优处 其实如果我简单来说 你可以把画面分成 就是由中间起 一个放射性 是 总之越边就越拉得长 是的 那你只要其实 就是 那个model 就是 对脚 对脚 我每一只脚 对脚 是在放射性 那个线 那条线上 是 就是顺着的 顺着的 就是近边的话 像对脚会近边一点的话 就会拉长了 是的 或者最基本就是 之前用iPhone如何拍摆模特 就是直到 他的脚 就是他的腰在中间 他的脚 就是他的腰在中间 贴着镜头最底的位置 就会拍摄了 再加上你人的头 不要摆在那边 就是在中间 因为如果不然 你同时都摆在那边 摆在那边 摆在那边 他摆在那边 那你要牺牲了 头以上的地方 可能要摆在那边 会合理一些 这个构图 就会更好 其实有时候 未必是站在那边 可能他躺在那边 躺在那边 躺在那边 你躺在那边 你倒转 你躺在那边 他躺在那边 你躺在那边 你躺在那边 躺在那边 反正你躺在中间 就是 你会看到有时候 有时候拍摄很多 那些摄像 那些摄像 就是摄像 躺在沙发 那样 对脚就摆在那边 然后就是 你打横的 打横图的时候 对脚在那边 就拉近了 这个就是 而且会装上的 对 所以高像素 对 对 对 不过我自己觉得 最后都要留意 就是 不要太夸张 你要控制 不要太夸张 就是我 有时候都不太喜欢 有一些 就是 影长腿模特 你会把镜头摄像 脚掌大过头 就像 那些前拍尘器 最新的 不 脚摄到镜头 側边 就是 镜头摄像 就很大 对 尤其是 那些人喜欢 低炒 对 其实出来的相片 也是这样 加上相片 的距离 很近相片 很大 大过头 对 对 这些我不介意 镜头透视的东西 你远的时候 可以改变,Distortion可以移动 所以放心可以改变 大人在影响过程里面 你的脚和相机或者小镜丝 会比较高兴 按着脚掌这样拍 是男人来的 好了 到Bitter Yung 这件事这么长 因为都是Joy答的 等Joy 讲完问题 其实他说 他本身的Desktop PC 里面已经在行SSD 但当然 我都在想他用SSD 或者就算他用MacBook Pro里面 SSD都不能带到哪里 因为你电脑里面SSD加带 是很贵的 用外置SSD便便宜很多 他就问话 如果这样的话我直接外接一只SSD 做External 是否划算呢?是非常划算的 因为我也是这样做的 但是重点就是 那个连接的方式 是用什么? 如果我Mac的话 那条线是Thunderbolt 还是USD 如果我是Mac的话 有得用Thunderbolt 当然是Thunderbolt 因为Thunderbolt 是完全没有樽頸的 我们可以把Thunderbolt 当成为它是一个 内置电脑里面的 serie DA 拿出来用的 概念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 大家可能 大家都会有点点 概念 现在USB3.1 究竟是USB还是Thunderbolt 其实USB3.1 就是Mac里面 它已经是Thunderbolt 3 USB-C 即是根本是 已经等于没有樽頸的 Thunderbolt 但是 你买外置的硬碟 你要说明 它是Thunderbolt 3 才可以当它直接 没有樽頸的传输 如果它仍然是USB3.0 它给了一条线 只不过USB-C的线 来说的话 就完全是USB 依然有樽頸问题 所以 譬如说 我们下个星期也会说 GTAC 其实它明明 那个盒来 为什么有两条都是USB线 但是为什么一个logo 不一样 两条都好像是USB-C 其实有一条就是Thunderbolt 有一条是USB 你插错了 是完全不一样的 可能你抄法不觉 但是当你直接 Render 外置硬碟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因为在Thunderbolt 里面来说 不断的来回传输 是没有樽頸的 是很纯的 但是当你是USB-C的时候 其实就是 会有 对 对 但是单向抄法 依然都是这么高的 是一个频宽问题 另外 Peter还有再问 第二个问题 就是它如何管理 Lightroom Catalog 这个问题 我就会说 Lightroom Catalog 是Lightroom 它不休成的地方 所以 都是怎么解释 就是为什么Lightroom 开始出CC 其实它也是想 开始 将Catalog Catalog 这个形式 开始去转型 因为他们知道 Catalog 炒的时候 是有多大的反弱 就是会重新找到 照片的排列 又会把你曾经 将RAWPAL改变的设定 都会毁均 所以 有很多人 用Lightroom的时候 他会很烦 会问你 Backup Catalog 这个问题 一定要做 但是很多人 经常炒Lightroom Catalog 因为他没有做Backup 炒的时候 没有人帮到你 Lightroom已经帮了你 就说 其实你有需要Backup 而且Backup是多 一个不同的地方 令到他炒Catalog的时候 你有个位置可以使用 另外 就说他没有用过Capture One 就想自学 跟我们刚才也答过 同一个问题 因为他有Canon 80D 5D Mark III Sony iX100 Mark IV 即是说 你都走不走 你要上Capture One Pro 还要是全版本 你才可以 处理好 不同的软件 不同的相机的效果 但是他说 亲生仔 Capture One开Sony 是否会好些呢 如果他现在有80D 5D Mark III 和Sony Rx100 Mark IV 如果你有Capture One 的话 你最大的优势 是5D Mark III 那些版本 会漂亮了很多 反而不是Sony 是的 因为很简单 其实都不是真的 亲生仔 对 对 对 就是共同开发 他们怎样去解采 他们的rawl power 但其实Capture One 在开Canon 方面来说 都很棒 如果Capture One 开Niccron 会有重大优势 尤其是Mixed Lighting 是的 看看什么时候 我才有时间 真的 好 到下一题 好 下一题 是 Terry Chang 问几个关于M43 问题 我经常听人说 M43 2000万像素 但是 如果用Full Frame 是8000万像素 那是否 如果用 用2000万像素 的M43 和4000万像素 的Full Frame 是否同样的镜头 M43 被Full Frame 的质素 会差一点呢 不如我直接逐个回答吧 这是几个问题 我先问 是的 我认为 是的 我认为 我认为 M43 大概 是 四分一块 Full Frame Sensor 这样的尺寸 所以 人们说 M43 2000万像素 和Full Frame 的Sensor 的 8000万像素 差不多 是在说 像素密度 是的 像素密度差不多 就是说 如果想在同一个技术 之下 同一个结构之下 那么 M43 2000万像素 的Sensor 出来的 Loyce Control 或者Directory 应该就 跟Full Frame 8000万像素 差不多 就是 那个意见 其实是这样的 是的 但是 其实 就 不会完全一样的 因为 是不会在同一个技术 里面出现的 是的 是的 不会在同一个技术 就 完全一样的结构 就做一粒 M43 做一粒 M3 Rubin 所以 所以 得了资质 不会 以实不会出现的 是的 做镜的成本 大家都会有少少取消 是的 我做M43 2000万 我只是做镜头 的中间 是的 成络下位 是的 但是如果做Full Frame 有8000万的话 哇 成本贵了不得了 是的 是的 然后再问 M43 要有Full Frame 50mm 一样的景深效果 就是 会是否真的 放一支真50mm 进去M43 还是等于100mm 这样用 还是 而不是放一支 25mm的镜头呢 这样 我经历过 这件事 是的 首先呢 第一件事就是说 其实你要拍照的时候 你要那个视角 视角度 不是感觉的角度 是 是 你根本没有可能 放一支50mm 下去 用的 是的 你一定是放一支25mm 下去的 是的 如果你要相同的视角 是的 但是你说要纯粹 那个浅景深的效果 其实呢 我反而觉得 你说景深的长度 多少 你就 其实呢 有时候你还要计算 后面的Burn 有几款 是的 就算同一个焦距 同一个光圈的镜头 如果它的镜头结构不同 是的 就是镜面的设计不同 其实后面出来的 那个散景的效果 其实都是不同的 是的 这个就是二线影像的效果 是的 我有个经验分享 就是说 我也是那时候用Olympus 是的 我是想要有一支 50mm的视角 是的 的效果 是的 我就拿一支28mm的 全镜镜 就是旧的Olympus 对 对 但是发觉呢 有一个好处就是 是 因为本身那支Full Film镜 天生是Wire Angle 是的 所以最近对焦距离 是很短的 是短了 那就是说 我虽然出来的成长 是一支50mm的人像镜 是的 但是同时间 是56mm 是的 但是同时我还可以拍近一点 是 那这个是一个 没有想过出来的 另一个优势 是Valaxy 是的 所以有时就 当然啦 有时我们刚刚才说的 喂 如果Canon镜 下Metabose 下转的Edit塔 下去Sony 又会有些问题出现 但现在在4-3个镜头里来说 因为我们也改变了它的成长圈 原来有些情况下 又会有些优势 所以真是 很难一次过一个议论 有时Edit塔是好还是不好 其實我覺得Terry的問題不需要太轉樓角尖 總之你找到一支鏡頭出來的前景深效果 其實是適合你感覺的就OK的了 不需要這麼深究面 去計算這些位置 因為我被他讀了 原來有些4-3的DEPPER 或者是Blu-Prim的DEPPER 因為他本身的版本是不同的 還可以做TIL-CHIP 還可以做TIL 沒有SHIP的 SHIP有的有SHIP都有的 有SHIP的但會令到一個境界 原來是Adaptor都可以玩很多 其實Sony都會有 是 任何鏡頭都變移軸鏡 那一刻簡直是開心得不斷 是 最後 Terry還有一個問題 打算進Personic的4-3機 就是拍攝6加攝錄 鏡頭有兩組選擇 第一組就是Olympus的12-184個圈 和Personic的 或者是會不會Personic的 其中兩組是12-135、2.8和2.8不同 再加35-18和2.8 這兩組如何選擇呢 因為兩組呢 如果你說價錢呢 其實是差不多的 哦 即是以價錢先行 已經分了兩組了 價錢差不多 所以就這樣分了兩組 你選擇 因為價錢是貴的 是的 還有都是白紙的 但是如果以M4-3來講呢 比如這些Range 剛輕一些的兩個分別 其實不是剛輕的分別 不是剛輕效果分別 是日光量的問題 以及換鏡的問題 但是偏向於拍攝影片還是拍攝 如果拍攝影片一定是兩支鬆鏡 但是拍攝影片一支鬆鏡是方面很多 是節奏的問題 但是偏向於這方面 不要換鏡的 你拍攝影片的時候 就是隨時拉威推移那些 可以做的效果 一支過的 所以各兩個不同見解 因為剛才我們也討論過這個問題 是 加上我現在是很多拍攝影片的 一拍片當然越少鏡越好 就是等於為何Sony會出一支 28-200的Menu鏡 就是因為他們說明 一拍片我就要一個這麼長的焦距 做一些運鏡 鏡頭運鏡的效果 還有以景深效果來計 其實這兩個和粗盒沒有分別 分別不是很大的 就是很少 因為M4-3 分別再少一些 但是你真的要用日光量 其實很多鏡頭 日光量不是在4和258的分別 日光量可能電影的計势 可能這兩組鏡不會相差太遠 你要考慮這幾種東西 真的很好笑 我問了 最後他問了 試過這三支鏡 我有試過12-100 但是另外兩支沒有試過 所以質素我就不敢高 但是要提及的 因為他是買Panasonic機 試Olympus鏡 你一定要先上機試了 是 因為我不敢說中間會不會有輕微的 雖然他說明是共同開發 兩個好朋友 好朋友 但是我用Olympus鏡的時候 我試過用Panasonic鏡 是沒有那麼爽的 所以我們只是打個底 純粹一定要先試 或者你賣了一部機器 然後上Soul Group先試 是 所以這個一定是問題的 怕你事後追查我們 肯定沒有問題 但是那個很微妙 尤其是我怕拍片 有時他追Full的時候 就是Roll了機器的時候 追Full的時候 我怕不同牌子會有些問題 因為我一說到拍片 我就怕這件事 有機器就沒有問題 是的 但是不肯定 因為你拍照追Full 你是半夜才來 你拍照的時候就不會有驚訝 拍片是錄著整個追Full的時間 機密的時間 所以這個我是會怕有問題出現的 好了 好 好 今天最後一項 王耀華 問了 一些用Zoom鏡的習慣 他給你一個例子 就是如果手頭上有些2410 我們都是問我們幾個 我們會習慣 教好想要的招距 才走位去拍 當定招勾 還是會說 你走到那個位才不想Zoom你構圖呢 你們的習慣是怎樣的 你都說了 你當定招鏡 當然是定招鏡才會這麼用 Zoom當然是Zoom不Zoom 你講了 我會介紹一個雲鏡的效果 麻煩在這裏搜集 叫做Zoom In Pull Out 或者Zoom Out Pull In 這個影片裡面 是的 其實他 因為 可能他問到這個問題 很多人就會在想 Zoom鏡其實是一個Crop的過程 其實不是的 你站定就是Crop的 是的 站定就是Crop的 你動作就不是的 是的 但是很簡單 如果你保留你的人像的主體 在佔他版面的大射筆率的話 就算你站在後的Zoom分頭的位置 其實頭線是不一樣的 是的 所以其實 兩個方法都是要求不同頭線和不同焦距的方法來的 所以要理解一下 或者說我想你要這麼大的頭 但我扭到最弱的頭 你來玩我嗎 是的 嘴到你害怕 但是我站在最後Zoom 很大座的時候 有另一個效果 這些又是跟之前講的一樣 不同焦距的特性 這個就是 所以為什麼要尋找Zoom 其實我自己 因為我曾經有一段 也算是拍了很多年照片 是的 曾經有一段時間 我也很提議 就是我用 可能我太習慣了Zoom鏡 那我一定的時間 我不是丟去 就是買了Zoom鏡 走定招 全部走定招 有一個好處的 就是我了解了 剛才你說的 每一支鏡頭 即是那一支焦距 那個頭是感 或者眼縮感 不同 然後我了解之後 我就更加可以用多些時間 想想我 我照片應該怎樣拍 是的 即是 當我習慣了之後 就會出現 就可以像你剛才這樣說的 我一眸眸到那個位置 我就大概知道 那個位置應該用什麼焦距 大概想怎樣拍 即是我自己想怎樣拍 其實已經可以做到 走過去 就算我用Zoom鏡 我已經是扭了 我想要的 才能拍 但是用Zoom鏡有一個好處 就是 其實有時候 可能就是 你用 譬如我拿著24 拿著24的時候 剛剛那個 我站的位置都對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拍到多了一個垃圾桶仔 那我又不想回去才拍 那我又Zoom了一點 可能26至28 剛剛那個垃圾桶仔走了 那我就剛剛用了 其實這個Zoom鏡帶給我的部署 是的 或者說一些經驗分享 有些長 但是我都真的想說 這次來的 當然啦 有時候你的明星 當然是全天候無死角 每個角度都漂亮 但是譬如有些人上 或者是你的朋友 可能突然間會覺得 有個位置特別漂亮 有些位置就不太好看 但是譬如說 我每個角度特別好 我拿著50影 這多漂亮 轉自85 你是會可能同一個角度 是不漂亮的 就是因為鏡頭透視 令到它原本漂亮的角度 不漂亮變了漂亮 或者可能是 轉了鏡之後 明明那個人本身望 是不太漂亮 我找到一個漂亮位 這就是為何經常說鏡頭透視 有時又要夾人 而且經常說 神聖的85 就是我們說是這麼說的 但是有時反過來 有些人會覺得 為何這個人 拿著50影 比拿著85影 其實真的看面型 特別是東方人 因為我們東方人是平板面的 所謂85是人像鏡 其實是鬼 是鬼佬的 是定義的 是啊 但是我們本身 東方人的臉是這麼平的時候 你拿著85影的時候 隨時的臉越來越闊 所以我用85影的機會都比較少 是的 或者你用85影本身 或者多一點 是啊 大口真的不是每個人吃得起的 或者是除非你的鄰角很深 那個女生很瘦 面型不尖 或者用得著 但是如果普遍是 就是 很多香港漂亮的女生 其實都是湯碗面的 我不是說湯碗面是一個負面的說法 就是形態是這樣 是的 放湯碗面是果外很甜的 但是一拿一瓶白森 糟了好像飽飽的 是的 所以真的不可以一概而論的 真的要拿上去試到不同女生 都會有不同鏡的 為什麼要整袋都是鏡 不過我也覺得 如果你 就好像我剛才這樣說了 就是 習慣不要太靠Zoom鏡 你自己想了構圖 構圖想碰 然後你手上有什麼器材 就回構圖 而不是說 我有一個Zoom鏡 純粹貪方便 就是 有機會你是需要貪方便 例如你在做事 你要好 一觸即發就立刻要拍到 那你就需要 利用Zoom鏡就變不起來了 但是如果你說 一個享受攝影的興趣 當然是希望自己 更加了解每一個焦距 其實你說 好像Brian 其實都是拍照的其中一個過程 學習過程 用定焦鏡的過程 其實有Zoom鏡沒有問題 你只會連著那個焦距 可能拍一個月都是那個焦距 那你就會熟習到東西 就不一定要買Zoom鏡 你就會很熟悉Zoom鏡的電容 是的 好了 今個禮拜 簡直是今個禮拜的QA 即是加上兩個小時 是的 我們盡量回答 因為其實現在的loading 都挺重的 對我們來說 算款數字 所以希望我盡量回答 也希望大家支持我們多一點 可以介紹多一點朋友 在我們的頻道 是的 順手上下我們模仇 是的 到一個程度 我們開始要歸類來答問題 就會方便一些 是的 OK 好 今天就這麼多 拜拜 吃飯了 已經很肚餓了 這麼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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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